据每日星报报道,在2017年10月19日,在夏威夷发现一个奇怪物体从空中划过,这个奇怪的物体大约由纽约帝国搭发那么大的体积。 科学家称,这是一颗归星,并管其命名为傲默默,但令科学家感到困惑的,却归星在围绕着太阳公转时应该是减速,而这颗归星却是加速。 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研究人员说,这样的运动可能,因为着这个物体,实际上并不是一颗归星,而是一艘外星飞船,它在围绕太阳旋转时速度加快。 研究人员亚布拉罕·勒布今天对新闻网站Universe说,我们警示了奴随太阳的过度加速度,是由于太阳光对其表面施加的力量造成的。 但要用这种力量来解释测量到的加速度,物体需要非常薄,厚度只有一毫米的几分之一,但尺寸只有几十米,这样的话这个物体的本身就很轻,可以作为一个轻翻。 去年,突破灵厅项目背后的商业大红尤里米尔纳、Yuri、Mena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,是一位高级科学家阿维勒布、AVI、Lob发来的有关该物体研究的电子邮件。 入,突破灵厅,由俄罗斯亿万富翁、尤里米尔纳称俄出资,由英国天文学家史蒂芬霍金启动的大规模外星智慧生命的搜索行动,只得发现任何地外生命的迹象。 阿维表示,我对这个物体研究的越多,它看起来就越不寻常,这让我怀疑它可能是一个人工制造的探测器,是外星文明发射的。 在米尔纳家中的一次会议上,勒布解释说,这个物体很奇怪,因为它细长的形状对于小行星来说很奇怪,更像是一艘宇宙飞船。 但问题是这个奇怪的物体从何而来,又是谁建造的?科学我们确定,但它可能来自早已消失的古代外星文明。 亚伯拉海还说,可能会有更多的探测器出现在地球,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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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